欢迎来到南明星新闻渠道 请订阅频道 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肖战只是在国外说了一句中文 引得粉黑集体高潮 一段米兰时装周秀场采访视频披露 主题是让明星们表达对某奢侈品牌的理解 画面中各国明星基本都在使用英文 唯独轮到肖战时 他说出了全场唯一一句中文 无限可能 就这简简单单的一句话 再次让粉粉黑黑掀起了激烈辩论 粉丝认为这是文化自信的一种体现 中文作为联合国官方语言之一 自然可以在国际场合大大方方的使用 反倒是那些因为这件事就嘲讽他的人 或许有着母语羞耻症 说中文并不可耻 英文水平也无法代表一个人的全部 在中国影响力越来越大的今天 越来越多的外国人 开始学习中文 像肖战等一些明星 如果能够运用自己的海外影响力 让一些外国粉丝学习我们的语言和我们的文化 那必然是一件值得肯定的事 至于一些黑粉诟病的 肖战是因为英语不好 才不愿意说 这种戴着有色眼镜恶意揣测 是真是假姑且不论 即使有些人口语真的不好 那也并不羞耻 语言本来就是用来沟通的工具 在一般情况下 纠结口音完全是本末倒置 就是论事的话 在秀场说中文这件事 完全没有什么值得黑的地方 文化自信是当代国人必要的态度 中国人就要自信坦然的说中文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